因为疫情关系,今年的寒假提前到来了 不过爱心仍然是不间断的 桃园市教育局针对国中小及高中清寒学子提供寒假的爱心餐食 让学生能够获得应有的照顾 如果说社会大众行有余力 也可以捐款教育局的爱心专户 共同来帮助桃园的清寒学子 Omicron病毒入侵校园 让桃园市高中以下学校再次停课 面对提早到来的寒假 教育局除了要求各校启动线上课程之外 爱心餐食部分同样不间断 目前共有1400多名学子受惠 让他们在寒假期间减少家庭餐费的支出 学生比照往年一天补助一餐50元 可到合作的店家自由选购餐点 教育局邀请社会大众若行有余力 可捐款爱心专户来帮助清寒学子 孩子们得到这个餐券能够多多的体会 社会对他们的爱心 我们也呼吁各界对我们孩子有更多的爱心跟关照 教育局照顾弱势学子 成立无力支付午餐费专款专户 接受民间团体及各界的爱心捐款 由于专户金额逐年减少 教育局邀请大家踊跃付出爱心 帮助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孩子 能够快乐成长